不疼 不疼 就是一些皮外炸 等会儿我进去包扎一下就好了 肯定流了很多血吧 哪儿有啊 早就已经不流了 怎么还没到我们啊 都是我不好 我没能保护你 还害你受了伤 我太笨了 你怎么右手讲的话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这儿真没什么事 我就是在这儿等着 你挣这个时间你去看一下林薇 看看她有什么需要的 可我想陪你 我也想你陪着我 只是 我一会儿进去包扎了你 又进不去 你去回陪林薇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待会儿就不过去了 我今天也是有点累 听话 那你照顾好你自己 那你照顾好你自己 啊 林总监 你怎么站起来的 我车来活动一下 现在网上情况怎么样了 昨天在会场闹事的人 已经抓到了 说是收钱办事 现在网友也觉得 是有人故意攻击我们SG 羽情已经有所缓解 说是收钱办事 现在网友也觉得 那知道幕后主持的人是谁了吗 水军已经抓到了 警察还在调查当中呢 不会有人再散布我们的用户信息了 我们也算在72小时之内 给了网友一个交代 辛苦你们了 我一直在这儿 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 反而添乱 还害了许总 他怎么了 眼睛之前有受过外伤吗 除了今天 几年前确实有过 前阵子 还发生了一次不大的车祸 有什么症状 我开始偶尔会有血运 然后会出现血影 最近被闪光的照了一下之后 眼睛发黑 今天受伤之后 有短暂的失眠 你这个情况可不能轻视啊 这样吧 我给你预约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 你去做一下 医生 我这个情况很糟糕啊 如果炉内没有损伤 那问题就是出在眼睛上面 这玻璃体出血 这血块也不大 六个月到一年吧 它就会自行吸收了 不过 考虑到你在以前受过外伤吧 就不好说了 好 谢谢医生 是这儿吗 刚刚还在这儿呢 人呢 他没在这里啊 去哪儿了 不清楚 我们去找一找 我们还要去找你呢 你怎么从那儿出来啊 我刚包招完 医生让我顺便查一下眼睛 没什么事 他就是想查得全面一点 好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受伤了 可别担心过来看看你 没什么事 别担心 我推你回地休息 来 我来 别走 陆医生 陆医生 你好 刚才检查的那位小伙子 他的眼睛什么情况 你是 我知道太太 他怕我担心一直不告诉我 他的眼睛是不是已经很严重了 作为家属 你要督促他保持治疗 好 去哪儿了 这么久才来 我去给你拿了个安排的 看你一个人在这儿爆无聊的 给你抓点电影 一个人看电影 应该会更寂寞吧 说笑了 我哪里是会怕寂寞的人 公司那边怎么样 那些水晶已经认罪 我们也发布了一个正式的公告 公司说这事可以告一段落 剩下的 交给警方处理 但是你应该不甘心吧 虽然抓住了几个水军 但是幕后真正的住室者还没找到 我确实不甘心 真希望我能帮上你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 好好养你的伤 那您呢 我这个是小伤 我跟眼看的陆医生聊过了 医生他应该不会随便说病人的病情吧 他什么都没说 但我说出了我的猜测 他也没有否认 陈医 你的眼睛 出大问题了 对不对 没这么严重 告诉我事情 不然我只会想象得更加糟糕 医生他就说我眼底有血块 然后给我开了药 说是半年之内应该就可以复原了 这应该是最乐观的情况吧 最糟会怎样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那我只能让夏妍兰问你了 如果尽管我话 有可能会失明 还记得那时候吗 你眼睛受了伤 我被你去医院也伤了腰 我只能一起住院 也说不上是谁照顾谁 但你会把耳朵里装满歌 一手一手让我在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的每一个片段 都发着光 暖柔柔的 不太真实 没想到时隔这么久 我们又同时撑了伤员 你去美国治疗吧 我认识那边最好的眼科专家 各方面条件都比国内要陷阱 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也就算了 既然我知道了 就不能让你这样下去 真没你说得那么夸张 而且医生说了 其实是保守治疗 也有百分之七十的机会 可以复原 才百分之七十 这也太冒险了 你别拖了好不好 就听我一次劝 我真的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 你放心 我会随时复查 就算你能随时复查 那也不如及早更治得好 你没事